李登輝 慢慢來 你們就不要聽好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好我是楊東亥 其實什麼很尷尬 為什麼尷尬呢 因為一般來說 我當那三年的特別文印記的協中策展人 我自己沒有上在台上過 因為我們是負責製造出各種不同作家的組合 讓各位聽眾得到一些不同對談的心得 那我們這一次比較特別 因為我預定的對象當然不是我自己 是另外一個作家 我以為總統因素後來 因為這題目我們叫三代同堂 看得出來是三個不同的世代 從那個老中心 對 沒有人要當老人 那我問了很多人 那個老內帶 我想每個人選都被推翻了 最後只好自己來 因為我確實也老了 所以我就自己把自己追上來 真的很抱歉 所以各位很不好意思 不過我想今天你們來 一定不是為了我 是因為兩位 我們優秀的青年世代的作者 如果說我自己是六年級生 1970年代出生 那下面兩位 一位是七年級生 1980年代出生 一位是八年級生 1991年代出生 最年輕的 史上我們在范園年紀這麼多年來 最年輕的獎者 1991年出生 追齊 我們先掌聲歡迎他一下 好 一位是人間人愛的羅玉佳 我們歡迎他 好 那是這樣子 先做一下這個過程 因為各位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安排這樣一個活動 其實必須這麼說 我們當中設計上是希望 讓各位多了解 不同世代的聲音 各位看過我們的手冊 就知道 《金年文藝記》的整個的代言人 是各位都很尊敬的 也很敬仰的 白鮮詠老師 白鮮詠老師 白鮮詠老師在這個備份上什麼 完全沒有那個問題 可是我們是不是太缺乏 年輕人的聲音呢 所以我們就安排一個來互補一下 我們有資深的作家白鮮詠 也有非常年輕的 像追齊跟郁家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 詩這個紋類 在文藝記裡面 一般都是比較小 少出現 因為各位都知道 大家一般會把小說賞文 當作比較大的文藝 那詩這一塊 可能因為它的受重相對比較寡少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它的頻率就比較少在文藝記出現 可是這一場以詩為一個核心 那再怪的一個理由是說 我們要談的不是只有文學 而是文學的傳播現象 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被稱為老東京的老了 所以大概我們這個世代 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到年輕一點的郁家 跟更年輕人追齊這個世代 很可能他們早上 我們看回家說 他們出生吸的不是奶嘴 是手機或網路 我沒有 真的喔 他更厲害的 我們那個年代 剛才吃飯來聊天說 我們那個年代是用這個 有線的電話線撥接的時代 各位知道有沒有用5-6K撥接嗎 電話拎了之後他才接通那個線 那是個上古時代的這種恐龍時期那個東西 現在呢 無線傳輸出現 那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非常驚訝的事情 同樣的 我這個時代熟悉的傳播媒介 濕論媒介 除了實體的濕色跟紙本的濕刊之外 就是一個叫做BBS的東西 BBS的全名在中文翻譯就是電子報告欄 在我大學時代 我真的年紀稍大了 我們在1990年代 就是追齊出生的那一年 我們在讀大學 在高中大學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BBS 那個時候的我們所熟悉的媒介是BBS 這是一個有所謂ID 英文的ID 然後配一個跨幅裡面中文的一個名稱可以改 我那個時代的人有誰 各位很多人都聽過 像金向海 像楊嘉賢 就是我們這個同時代的人 他們在網路上翻雲覆雨 都是用他們的ID 比如說Ice to Ice 就是金向海的ID 嘉賢好像是用渣妹這個中文的名稱 在網路上橫行於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就是BBS的時代 波階的時代 到了玉嘉這個時代 應該說他們在建國高中畢業之後 進入了政治大學去讀書 他自己還是新聞相關系所畢業的 然後追齊也是政大 追齊是政大公共行政系的 所以各位只有我們是政大的 所以這個題目我真的太誠懷了 有沒有我鎖定那個人是政大 也是我們就孤隱其名 他不能來就孤隱其名 總之呢時代改變 傳媒的也改變 文學傳播的環境也改變 當然那個媒體的改變是最重要的 我剛才講BBS的時代 到了玉嘉這個時代 你們還聽過BBS 可是他所熟悉的 可能就是像大家都在使用的 臉書這些媒介 或是說更早一點 部落格 或是說明日報個人新聞台 那個新聞台對你來說太早了 新聞台 對太早了 其實你知道齁 哎呀上午時代人知道考託還不錯 這個新聞台是工人2000年左右 那個時候2000年大概 那時候你在九歲吧 我國中 喔國中那很厲害 算是很早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後來呢 個人新聞台幾乎是消失了 部落格用的人很少 大陸叫伯克才會叫部落格 用的人很少 現在是全面的臉書時代 那前一陣子聽說 有人說只有中老年才用臉書 年輕人都用IG 害我趕快開一個IG帳號 不然我覺得自己會老年老 就開一個IG帳號 現在我想像最幾個印象都有IG帳號 而且追蹤人非常多這樣 那是個圖像的影像的時代 以前發的文章是文章多圖少 現在沒有圖更沒有人要看 沒有動畫或沒有圖片 所以這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出發 做個背景 我們今天談的主題要三代同堂 這個同堂之間有不同的時代觀念 然後從貓公行館到Facebook的臉 線上師社群 什麼叫貓公行館可能各位都不知道 因為年輕人讀的聽懂也聽過 我暫時說你 他是一個政治大學所屬的CBS戰 正在追擊出生那一年 這是1991年 這個時候 BBS在台灣還是非常流行的時代 那個時代我們沒聽過BTT 那時候的BTT是算是很小的一個 算是很小 那時候是各大學自己的BBS 他們透過台灣學術網絡所做的這個BBS戰 在各校裡面有各自的地位 譬如說這幾個都是比較重要的藝文BBS戰 譬如說三某圍魚 譬如說尤里希斯文社 譬如說像這個貓公行館 這幾個都是蠻大的重要的所謂BBS的戰 現在大概都巨網矣都化成煙塵 只有在PTT一隻主修 所以PTT現在變成說所有的新聞記者 最喜歡超新聞的地方 大概是最快的 他是原始版的爆料公社 各位懂這個意思 爆料公社各位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對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背景 那這邊一開始我們就請兩位來談 今天主要他們兩位來談 來談一談 就是剛剛提到的BBS 部落格 臉書 IG 至於你的意義 還有你們自己在各媒體上的一些寫作或發表習慣 跟我們分享一下 從媒介出發談這個問題 我想是不是長又有序 先請郁佳老大 再掌聲歡迎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郁佳 我要沉氣一下 我跟周恩晴沒有差那麼多 看起來差很多啦 因為我只差了 看起來沒有差多 我自己是寫詩的人 那那個時候開始寫詩是從高中的時候 就是1999年 那時候你發生 今天為什麼大家一直用他的年紀當Benchmark 對啊 是怎樣 那那個時候我進高中 其實網路就剛剛好要往上起飛 那也像周恩講的 就是那個時候都是用撥接嘛 從國中的時候開始家裡有撥接 然後半夜偷偷上色情網站 然後那個爸媽突然醒來之後 還要趕快把電腦關掉 然後就倒到床上去 然後我媽說有沒有一所房間 就啪 這麼大一聲 我說沒有啊 什麼事這樣 然後 就那個時候開始接觸網路 那網路一開始它就是一個 大家會覺得好像是一個毒蛇猛獸 聚集之地 然後有很多暴力色情 然後有一些平常你日常生活當中 不會碰觸到的 比如說報紙上接觸不到的訊息 然後你平常遇不到的人 那大家那個時候也會說 網友好像很恐怖 就是那個常常會聽說就是去跟網友見面啊 然後就被怎麼樣怎麼樣的各種都市傳說 或者說你在網咖上網 然後那個網咖的冷氣裡面 就被人家放在被他密 然後大家都會一直在那邊就是日記夜的打電動 有這樣的都市傳說 就網路在我即將要在青少年時代 然後邁上到成年的那個時候 網路是一個混沌之地 然後畫外之地 那裡面有很多的有趣的東西 但是也有很多被當時的父子輩們所覺得 所以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然後基於各種不了解等等 或者說當時網路上社群的發展 還沒那麼像現在那麼的成熟 那我在那個時候開始接觸網路 那也是在差不多那個時候開始寫作 那寫作其實一開始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就是想寫嘛 那就其實有一張紙 然後一支筆 然後你就在可能國文課本的邊緣 就胡亂的圖寫就是一些有的沒的句子 那小時候寫的當然也就是自己內心的情感 然後愛來去愛不到啊 然後或者是那個就是功課像毒蛇猛獸啊 然後老師像沒杜莎啊等等的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情緒的抒發 那一開始就在紙本上寫 然後後來變成說有網路 那就開始在建宗的BBS上面 我是建宗畢業的 然後就在建宗的BBS上面貼文章 然後慢慢的就到了大學時代 然後也就上了貓光心管 你也有愛的 就是開始跟翔中的汗就是接軌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最熱門的 應該說貓光心管 到我那個時候已經比較沒落 已經比較沒有那麼多人了 然後我開始接觸到網路上的 詩社群是在PTT的詩版 那那個時候就是有比較多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年輕詩人 像崔順華 然後像印卡 然後像後來就是大家可能也蠻熟悉的 松上維人民信等等 大家都是從PTT的詩版上面 原本大家都只認識那個ID 然後後來有臉書之後 這些ID隱身於ID背後的人才突然有了臉 就是原來寫出這個詩人長這個樣子 鏡頭會有一些幻滅這樣子 幻想 那是你說的 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大家會在網路上面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自然而然 因為網路它是一個很容易讓大家群聚的一個環境 就是性質 志向相同 然後秩序相同的人 他很容易會彼此看見 然後大家會在底下推文 然後誰誰誰要出 終於突然之間某一年誰誰誰就要出詩集了 然後突然之間某誰誰誰就也創建了臉書帳號了 那這個東西就慢慢的聚集在一起 然後其實網路上的私社群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對我自己而言有一點點像是 它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因為大家是差不多年紀 然後其實為什麼會預設說大家是差不多年紀 因為上網時間最多就是誰 就學生嘛 那我自己後來上班以後其實也慢慢的就是使用網路的時間 就也沒有那麼的集中在文學的社群上面 而是說更多的在工作上等等 就是一些工具性的使用這樣 那那個時候大家也會就是看那個ID底下會有一個IP 就是比如說112就台大 119就政大 然後所以你也可以約略的 對你也可以約略的去判別說 那個誰誰哪一個ID原來是哪一個學校的 然後你就有時候丟他水球 然後他就說喔對啊我在學校圖書館什麼的 然後大家用那種僅有的線索去拼湊那一首詩背後的人像 那是一個很 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 那是一個很迷人的過程 因為從一開始的純文資到現在的臉書 到之前的臉書上個世代的老人用的臉書 然後到現在的IG 它慢慢的變成影像感越來越重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而言 詩的那種猜測的感覺 那種模糊的感覺好像慢慢的被消解掉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也間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我們整個世代 在文字的使用上的技術或什麼 或許可以讓追襲來聊一聊一的觀察 對對對 就是 喂喂 有聲音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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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大家都從那個 我們就從自己的成章式 對 有點從成章式的感覺 然後必須說我對BBS還有PTT這兩個東西我都蠻不熟的 好客氣喔 你沒有說沒聽過 我也很客氣 因為BBS是我上大學的 因為大一之後的新生就是會先跟學長姐見面 然後見面的時候我記得那個時候學長姐說 來我們來教大家用個叫做BBS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齊聚一堂然後看學長用電腦 看了之後大家還是不會 然後就繼續 就上下主肉而已喔 因為覺得大家好像喜歡用是滑鼠 那個時候還是有滑鼠對不對 所以BBS其實對我而言它在我的成長史 或是在我的創作史當中沒有佔去那麼大的成分 可是我剛剛想到既然要分享我的 從小到大對於接觸網路媒媒體的這一塊的話 其實我小時候最剛開始 當然也是寫稿子 我也是有經歷過高指的年代 真的 對就是六百字高指 綠色格子 對 我甚至 國小國中的時候 有的時候 欸那個時候因為基策 剛開始要考作文 我們是第一屆吧 我們是第一屆嗎 國中的時候 我們不是第一屆 第二屆什麼之類的 好好好 那 那個時候就變成 不管你今天是補習補什麼科目 補習班老師都會希望你精進做文能力 所以有的時候你今天補數學 可能你這個禮拜我都要教一天做得出來 就超莫名其妙的 然後 除了稿子之外呢 我自己也會用握著打一些 自己心情的記事 然後再練一出來印表記 就是喜歡看紙本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奇摩家族 加護奇摩家族 我剛剛以為 我剛剛面對講說奇摩 我差點要接交友 哈哈哈哈 奇摩家族 這個是我小時候非常喜歡泡在那裡的一個地方 我也呃 成立我自己的家族 然後去加入別人的家族 然後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有在網路上認識一個 她是念北衣女的姐姐 可是那個時候我才國小而已 然後她在她的家族裡面寫了很多 類似像 詩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很美 可是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揣摩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去 呃 了解她寫作的那個過程 跟她的方式 只是我不斷的很 很崇敬她 然後喜歡看她 改那個家族簡介的那個 過程 我可能會每天去逛 然後突然發現 欸今天她更新了欸 然後今天這次寫的又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因為剛剛玉莉有提到論事網友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各自各樣不同的人 甚至 我可以自己假裝成不同的人 所以網路對我而言 是一個 可以隱藏自己身份 然後同時也可以 表達出更多自己隱藏的那一面的東西 其實她是雙面的 她一方面可以讓你隱藏扮演 另外一方面可以讓你去表達一些私密的東西 所以網路基本上是吸的蠻奇妙的宅集 那那個時候 除了家族之外 我還會泡在奇摩聊天室 會吧 我也會 我就說是泡ARC ARC是什麼 哈哈 齊帶的眼淚 好 聊聊天室 然後聊天室那個時候 進去的時候 我有點 如果我記憶力沒錯的話 其實她可以設定 她好像只能設定你的 綽號跟暱稱 然後你進去之後 就是大家安安 學學安安這樣子 然後開始介紹自己 然後那時候我才國小吧 我通常都會假裝自己是22歲 大媽 哈哈 大學生 然後我現在住台北啊 然後大家都說什麼 喔那你住哪 那你宿舍生活怎麼樣 然後我就開始掰說什麼 喔還不錯啊 室友都什麼 對啊 欸台北蠻好玩的 就想一些後蘭的話 又有人生 對對對 所以對我而言 她是一個我 現實生活中另外的一個 宇宙或世界 然後 會給予我一個自由的機會 然後那個什麼 遇見到什麼 晚上上色情龍站 其實我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 也會趁爸媽不在有沒有 上那個七模 然後打關鍵字 然後搜尋 因為小時候就好奇嘛 就搜尋A慢 然後跟H慢 然後那時候也不知道 什麼叫H慢 但是我就打 老師妳知道H慢嗎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就搜尋A慢 然後就在那邊看 然後就順便了解一下說 喔原來是這樣啊 那個過程 對 那後來 從 呃 奇摩家族到 呃 聊天室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前衛 然後使用網路很厲害的同學 他基本上應該是我認識的人裡面 第一個使用無名小站的 他是在我小五的時候 他就創了無名小站 但我記得跟我同個年代 他們應該都是國中才開始用吧 可是我記得在小五的時候 他不只經營自己的家族 他還經營他的 呃 無名小站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要去公園幫他拍照 什麼上傳他的個人照 一些美美的形象照 那個時候 我就知道無名小站這個東西 其實是 我第一次認識 什麼叫做部落格和部落客 然後什麼叫做 你可以在一個完整的網站上面 寫完整的文章 對 那 後來到國中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要加入 無名小站的行列啊 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比較 像是把 呃 完整的文章從稿子上 搬到網路上 對我而言是從 無名小站開始 所以有別於兩位的 BBS跟 詩版 我是從無名小站開始 然後我個人的話 是比較喜歡 寫 呃 長篇的散文 還有加類似像是日記式的 繼續 因為我很喜歡 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都被記下來 當我 比如說我國二的時候 我去看國藝的東西裡面 然後想說寫什麼 在寫什麼 看不懂 但是那個也是一個 那個也是一個 你那個年紀 那個階段的樣貌 然後你那個時候想寫什麼 你那個時候煩惱什麼 你的煩惱是不是顯得很可笑 或是你的煩惱是不是顯得到後來非常的微不足道 就是你可以透過在不斷的創作 呃 部落格 跟不斷的翻閱過往部落格的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長的脈絡跟樣子 對我而言那個是非常 呃 我非常 寶貴的一個部分 雖然後來無名小站在2015年的時候收起來了 對 那個時候其實 我真的覺得非常 就是打擊非常大 因為 呃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回憶在那裡 喜歡過的人 受罵過的老師 呵呵 還有 大家都會罵老師 對 還有你以前 你怎麼樣在課堂上上課 你跟 你的上課是趴著睡啊 還是你就是調咖 或者是 你今天哪一堂課睡了 然後你考試考了幾分 你很在意 等等之類的細節 我都完整的記下來 所以 對我而言 網路是一個 它提供了另外一個平台 然後它讓我可以放心的在上面 寫我自己想要寫的東西 就算 班上的同學 隔天可能會來問我說 欸你還好吧 你最近的那個 五名小站看起來 有點久 你應該OK吧 然後有的時候我可能只是想說 下課懶的離開座位 就坐在位子上 然後 結果有一次這樣 我朋友就一群人的討論說 他最近好像怪怪的欸 你看他國民課下課之後 他都安靜的在座位上沒有講話 我只是 我只是放講話累了而已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妙 其實文學它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可以讓你完整去做第二個自己的一個管道和方式 這個東西從我活蹤的時候我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我白天也許是一個樣子 我在一些人的面前也許是一個樣子 可是我在網路上的時候我可以完完全全是別種模樣 那那種模樣也許更靠近更貼近我心裡面真實的自己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都需要這樣的空間 好 那後來在臉書出來的時候 臉書是2009年出來嗎 07 07 08年中文 20 好 2008年出來 然後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是高三 高三還是 對高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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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邁入一個新的人生階段的雙力 好像必須要跟著你身邊的同儕一起 一起轉變你身邊使用的媒體工具 例如你在上大學之前呢 你可能都是使用Yahoo!幾十通 我也是使用Yahoo!幾十通 我超喜歡設定忙碌中 然後不要來吵我這樣子 但其實我就是在 那你幹嘛上線 對 然後 然後後來我上大學之後 大家都說什麼 欸你知道嗎 上大學之後不可以用Yahoo!幾十通了 用MSN才是流行的 對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用MSN 然後也開始使用臉書 所以對我而言 我是比較慢進入臉書時代的人 可是我一進入臉書時代的時候 我也是馬上就是愛上 因為 剛剛講到的 我在部落格寫的是比較完整的文章 如果我今天只打個什麼三四行的話 我可能不敢發出去 我想說會不會有人覺得我在寫什麼 但其實沒有辦法看到 就是這種感覺 對 然後我到臉書的時候 我會發現 欸其實我還去問我身邊的人 欸怎麼用臉書 你可以教我嗎 那到底是要表達什麼 你打這一行出去 你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會問這些很愚蠢的問題 後來我才知道 它是一個很即時性的東西 然後它要表達的意義層面 也許不是那麼的深刻 但是它著重的是在它的更新的速度 還有它可以一次幫你搜羅全部的親友的關係鏈 然後它可以幫你一次就是看清楚你身邊的人 周遭的人 最近生活的樣貌是什麼 其實只是短暫的技術 所以那個時候對我而言它又是另外一個新的載品 它可以是篇幅比較短文字的 然後它也加入了圖片的素材 我不確定是不是一開始就可以上傳影片 好像不行 影片不行 喔 對對對 所以對我而言來講 就是臉書它是一個片段式的訊息 它可以記載流傳的地方 這對我的寫作上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 我今天可以很快速的get到 我身邊的人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那個故事一定是重點 那即使不是重點的話 也許它今天沒有寫出它真實經歷的事件 它可以單純的寫它經歷這個事件之後的想法跟心情 那心情可能只是一行字或是四個字 或是單純的一些髒話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都可以在我心裡面留下一些波動 或者是會激起我聯想到其他的素材跟靈感 所以對我而言臉書其實是一個 它跳脫了默格的形式 變成它把我們跟其他人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 我們的互動性跟進 然後對於創作者來講 其實所有的靈感 應該說對我而言大部分靈感都來自於生活 還有生活裡面的人事物 那人當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其實在臉書上去看大家的生活的樣貌跟細節 我覺得對我而言是一個滿加分的事情 也許我今天寫的不會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可以寫別人的故事 但是我用第一人生的說法去寫 也許我今天可以單純的因為看到 某一個人他看見他眼前看見的事物 我去再現他 我去再次感受他 我反而把我自己放到那個情境裡面去生利其境 那也是一個寫作的開始 所以對我來講 一直到現在的臉書還有IG IG又是圖像式的 我覺得他都是一個對於感官上的刺激 然後那個刺激的頻繁程度是超出以往非常多的非常多的 對於寫作者來講我覺得這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這個觀察跟我的想法反而有一點點 請說 哥 好過分喔 好過分喔 你叫我俗嗎 耶 我覺得臉書這個東西 他對我而言他的感覺 就像我講的其實我們是從 我是自己是從一個沒有影像純文字的網路時代 進入到一個大家一開始雖然有數位相機 然後開始會自拍 但是那時候可能你的手機相機是30萬畫素 從30萬畫素到200萬畫素 已經是一個巨大的跳躍的那樣的一個時代 就是影像從大家都是低解析度美女 慢慢的變成了高清 低解析度超棒 對 我現在很懷念低解析度的那個時代 但是這個低解析度 它同時是一個影域 就是它不只是影像上的低解析度 同時也是大家在網路上的自我的展演 或表現的那種低解析度 就一開始因為網路的波解 就你要波解嘛 所以你不是時時刻刻都黏在網路上 那慢慢的隨著科技眼鏡 有了數位相機 然後有了手機 手機開始可以上網 大家掛在網路上的時間越來越長 然後所有的訊息的資訊量越來越大 然後變成大家對於彼此生活的理解 跟接觸跟暴露跟互動 我覺得互動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不只是影響到文學社群 而是影響到大家每一個日常生活當中 你做了什麼事情爸爸媽媽來按讚 然後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情 不想讓爸爸媽媽知道 你還要就是要那個 警線某群人被看得到 要把那個爸媽block在外面 對 所以爸爸媽媽沒事 不要去加自己小孩的Facebook 因為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對 然後 我不要加個N字 停在那裡 沒有 你要停在那裡 那這一些 這整個過程就是從生活到網路 就是那個你剛 崔琪剛也講到說 一開始你可以在網路上 完全扮演一個你不是的人 但是到了臉書時代 這件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 就是作者跟他的作品跟他的生活 在某種程度上被大家連結在一起 就是你是一個怎樣的作者 你寫出怎樣的作品 那你的作品應該被怎麼樣來解讀 其實大家是有大量的社交的線索 或大量的實際上你去爬個文 你好像就知道說他去年去了日本 他去年去哪裡 然後吃了什麼湯圓很好吃或什麼這樣 就是大量的線索可以去拼湊出 作品背後的那個作者的樣貌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說是很 有點逗 就是因為大家好像會覺得說 就是因為羅玉加是一個男同志 所以他的作品 就在有一些書店 就會被放到同志文學 即使我很多的作品其實寫的是 不一定的管 對 只是因為作者身分的 那個作者我 然後跟現實生活當中的我 然後會導致說某一種分類 讓某一些作品 只被以某一個角度來閱讀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點的 對 那其實我覺得網路上的展演 或者說你要說臉書它是 大家當然都很常年在臉書上 那但是就我自己來講 或者說我身邊一些比較熟的朋友 大家都把臉書當作是一個前台 了解 不是近年來才這樣 對 以前就是那種就是 我要喝櫻桃可樂 然後全家有病的 全家出了櫻桃可樂好開心 我要喝櫻桃可樂 這種廢文或我要去吃 超餓的 對 這種廢文 但是慢慢的就是隨著臉書上會看你的人 你好像越來越多 然後你就開始會在那邊設一條界線 那那個界線之外你要放出去的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上它是被挑選過的 就是你只寫有營養的東西 或者是你只想貼某一些 可能有一些公共性質的東西 但是反而把自己的個人這件事情 收得更裡面 那我自己的經驗 我跟同輩的詩人 大家當然在網路上認識居多 就是我們也不太 其實也不太在報章上面發表文章 有的時候當然還是會發表 也有人會持續不間斷的去投文學講 等等這種傳統性的文學的發表領域 但是多數的時候大家只是說 我今天寫了一首什麼詩 然後我就在網上貼出來 有人分享 有人按讚 然後大家就開開心心 然後就是一天又過了美好 那個飛天小女子就拯救了 就是一天的合併這樣 對 那大家變成說有一個前台的那種 我只做大家期望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臉書上做的事情 我在絲板上我就只貼絲 然後大家喜歡就推 然後不喜歡人就虛 然後日子又過了這樣 但其實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網路跟人的關係 它雖然某種程度上讓大家覺得 好像更靠近 互動性更強了 然後你可以很即時的看到對方 看到別人在做什麼 然後誰又在罵誰了 然後誰又在說誰誰誰 前兩天破了那首詩真的很爛 然後怎麼樣沒有怎樣的反思 然後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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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是分分的去 就是去按讚 然後說求連結 求連結 對 求超連結 求人包 求傳送門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 大家的混動性越來越強 但是我們究竟是對彼此的作品 更了解了還是更不了解了 它只是變成一種社交的工具呢 還是只能說維持某種身分上的操作 或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我自己是充滿疑問的 其實我自己也還在思索說 到底網路跟現實生活的界線到底在哪裡 就是當臉書變成每一個人前台的時候 你在臉書上認識的你常看到那幾個來按讚的人 那些你跟那些人在網路上喇的賽 可能都比你現實生活當中的家人同事 你可能跟同事平常每天坐在 肩並肩坐在辦公桌前面 那你只是可能每天講到三句話 下午要不要訂機牌 然後要不要買 而且現在很多辦公室訂機牌是 大家到雲端系統上面填一個spreadsheet 然後說我今天要就是訂什麼 對 然後而且都可以把那個掃兵去 掃兵去都已經選好了 然後大家就把那個spreadsheet印出來 然後就拿到50欄去 然後就結束了 懂你的意思 對 就是大家可以 甚至可以在現實生活當中 會接觸到人可以一天不說話 但是你每一天在網路上面跟 你這輩子可能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人 講一大堆的心理話 這件事情是 就是我到現在都還是一直覺得很驚奇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界限到底在哪裡 然後 對 不知道對老人來說 我今天就負責Cue大家 這個為什麼又要來 沒有人當老人這樣 不過回應一下 其實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講說 其實我 因為我自己在大陸大陸中文系任教 我身分是一個教師 那平常上最討厭人家拿手機來用 可是今天這樣講座 歡迎各位把手機拿出來 邊聽邊查 我們三位的相關資訊 因為這個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 剛剛體驗裡面的 譬如說我舉例 我作為他們兩位 因為其他兩位是我的主意 兩位的長期的臉書讀者 你看得出來 羅宜嘉在每個禮拜五 都會瘋狂的分享 今天禮拜五 為什麼 那是一個標準的 他是個專業的記者 台藝新聞記者 非常專業 可是他禮拜五就覺得 誒 六日要放假 無限的美好 他會對禮拜五的結束 造得莫大的期許 那是一個 我看到 對禮拜五最崇拜的就是他 他非常有意思 禮拜五的臉書非常有意思 那這一期更有意思 他在一個台灣大型的企業工作 可是他因為可能 就是更年輕 他就是很直接的 把行蹤對於社會工作的不滿 都把臉書當作發洩平台 但他還說他的本名寫 不是用這個所謂公共障道寫 所以這是他的自由 所以一定要尊重 我覺得這也很有意思 就是說不同世代也會這樣講 那如果到我們這個老人世代 我們這個40歲這個世代 1970年代這個世代 基本上 我們不會把我們的真正的好物 在你頭上這麼明白的心 因為我們世故化了 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 很糟糕的社會化的人這樣 我們怕我們寫出來之後 譬如說 欸我看我這個戲 欸大家中文戲有什麼鬼 我們很生氣 有寫出來 完蛋 全戲圍剿我這樣 變成說 我們會非常害怕這個 就是這是 對很江湖 我覺得這也滿悲哀的事情 所以看來你們這樣 我覺得好羨慕 就是對禮拜五的這種 我可以不能把自己的高興講 對不對 對這個學生特別有 習慣 對我不能講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秘密 守愛著 覺得很憋 我其實可以創另外一個帳號 你知道嗎 我應該是要這樣說 哈哈哈哈 我們調查一下 因為各位其實 剛剛聽我講的 各位可以拿出來搜尋一下 我問一下 我們三位裡面有PTT帳號了 有嗎 不過有帳號 你有 很少用 對 所以大家看 我是PTT重度使用者 創戰的時候就開始用 到現在還是用一個 呃 不敢講什麼名字 不要講 不要講 就偷偷一直潛著非常非常久的水 所以我對PTT很熟 那再過來後面 有部落格 有對不對 對 死掉了 部落格是死掉的 死掉但我還是會收在一起 你在更新嗎 我有在更新 你有在更新嗎 對 所以你真的好 好好榜樣 好部落格愛你 因為部落格在現在也是真的 沒有人聞問這個東西 當你部落格多紅啊 而且我們部落格還曾經被 譬如說有些部落格倒掉了 我們還整個搬家搬到別邊 這種情況也發生過 然後部落現在廣告很多 很憤怒我還是得用 可是我想我們部落大概都差不多了 你是哪一家的 我是吳明小三 後來搬到隨意什麼窩啊 嗨 HIGH TEC 對對 中華電機隨意窩 但我定期會登錄一次 我都不登錄啦 我都不登錄啦 我是用Google的那個Blogs 對對 那個還不錯 不過聽說好像也快要收掉 因為聽說這個免費真的快要死 對 所以我就把它那個收下來 如果拿到收錢我就把它放著 我就把它當我物印碟在裡面 對 大概 文帳的archive在裡面 對 那我想三位都一樣 包括我在內 他沒什麼流量 對 臉書我們大概用最多 IG他們兩位就是 因為他長得又俊美又帥又好看 所以IG 因為我的帳家不適合他IG上 他們就比較適合 所以我想這個是各位調查 就是世代差異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現象 這是我其實對了好幾個提告 第一個關於媒介這一塊 第二塊要請教兩位其實是跟校園有關 剛才這個傳播的媒介 其實我想還露了介紹他們的背景 兩位其實都是政大高學生之外 其實郁家本人是傳播系所相關畢業 然後都在台大去讀 就是台大的新聞所畢業 那現在是在財經媒體服務 那這一期一開始是這個土耳其 這個 土耳文 就我當年之前叫東方語文學系 現在叫土耳其 後來他把那個系當一個 就轉走了 轉去公共行政 不要想出跳板這兩個公司 所以而且重要的是兩位的高中讀的學校 剛剛預先講他是建國中學 最近是高雄旅中嘛對不對 各位知道這兩個都是文風非常鼎盛的學校 想請問兩位 你們在高中高雄時代有開始寫作嗎 還是說當時有參與一些所謂文學團體 詩色團體這個團體 或者說這個團體是虛擬的網路團體 還是實際的高中學運動團體 這還是有一個不同的差別 我們可以請聊一下這一塊 所以先講好 我高中的時候是校刊社 然後校刊社其實在我們學校 對於某些人來講 有一群人拿到校刊的時候 會自動收聽影片這樣子 我看到的時候會蠻心碎的 因為那個老娘就是 老娘弄出來的東西然後你在那邊給我 或者是只搬到校刊之後以最後集耶 校畫集 對或是漫畫漫畫 對 然後前面好像前面全部都垃圾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高中時期參加校刊社 其實只是單純為了自己而參加 我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我想要了解從一本書從無道友生成的過程是什麼 或者是一本書需要的集結人才 大家的分配工作是什麼 所以我才加入 然後到大學高中的時候我還有參加唯一 應該是目前唯一一次投稿過的文學獎 就是玉莫三成 喔 那個勇武 頂達洋辦 對對對 但我就是人畢生 呃 怎麼畢生 才幾歲畢就畢生 到現在我也只參加過那一次文學獎 然後那一文學獎對我來說其實 我自己覺得他影響我滿深刻的 因為他除了是六校那麼多間學校之外 他讓我看見了我們同一個世代的 大家的所思所想 然後我會覺得 欸 其實我就算只是在同樣都是高雄的事 可是遙遠的某間高中裡面的某一個人 他寫的東西打動到我 或是他寫的東西想的事物完全跳脫我 可以去想像的範圍讓我開了眼界 那個都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跟眼界的開闊 所以那個時候雖然就是高中三年嘛 所以就是三本 他就是一年一本 但是我會覺得 但是我每一次拿到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蛤 我好不記得想要來看一下詩啊 少說散文 大家的那個第一名到 2123名然後加作分別寫了什麼 我會一看再看 甚至是我喜歡的作品會不斷的去閱讀他 文章裡面想要表達的他的憤怒 或者是他在同才之間的不認同 或者是他因為時代的環境 因為台灣的教育 巴巴巴巴一些體制導致他覺得他自己的靈魂不自由之類的 我會感受到說其實原來我們同一個年紀的人 有些人他是在抗戰的 有些人他不是安逸的 其實我們今天乖乖的坐在教室裡面上課 我們今天是 呃可能是全縣是前幾年的高中 好像呃沒有什麼好不滿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內心裡面藏了很多想要宣洩 想要反擊、想要推翻、想要否定的東西 只是因為可能有一些不曉得是被捆綁住習慣了 還是怎麼樣我們不會去說出口 然後文學他就會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我在《月末三成》的作品集裡面看到了很多這樣子的作品 讓我覺得我不是孤單一個人 也會讓我覺得說我可以寫出更多更多 呃我內心其實想要反抗的事情 我不一定要做一個乖乖牌 或是我不一定要做一個模範神 或是我不一定要洋裝成一個 呃我是一個很完美的小孩這樣子的概念 尤其是在我高 我是高三那一年有得獎 那那年得獎的時候 我記得寫那一篇文之前 其實我已經想好我要寫什麼了 我就去跟我國文老師講 我國文老師是陳俊宏 就是一個詩人 但他已經收筆了就教書 不要這樣子還會寫 他說他收筆他自己收 我們這個世代的 做個這個事 他比我們小 對 197級 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問他說 老師我很想要寫我家裡面的事情 然後又家庭這一塊的傷口 還有這一塊的衝擊 還有家庭的不和睦 對於我那個年紀的我來講是 佔去了我人生非常大的一部分 甚至他影響著我的情緒 他影響著我的每一天的心情起伏 他如果讓我有很多的抱怨 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寫出來 可是我身邊的人全部都不知道 假使我今天寫出來了 是不是旁邊的人都知道 欸你們家那樣喔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掙扎了很久 我問老師說 老師那個 不是說假如啦 假如如果最後有革命被運出來的話 那個木幕上面都會寫 熊女 然後叉叉叉直接寫出來嘛 我就說那我可以要求就寫熊女追起嗎 不用比你的爆料 那個時候比你就用追寫 我追寫從國中開始用 我考慮來追寫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是掙扎在這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後來老師一直跟我說 嗯 我跟你講 你就先 你先不要管會不會被印出來這件事 你完全忘掉它 你完全忘掉我們的德明作品 會集結成一側 你就先寫你的 寫完之後我們再說 其他一切之後再說 我就說好 後來我記得我那一天就寫了四天吧 一天我這樣寫四天 其實我覺得蠻正常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呃 我寫太久了吧 或者是我一首詩應該寫怎麼樣 我覺得呃 尤其是散文啦 散文它是一個結構線 必須要很緊密的文體 然後當你要講出一個情感很豐沛 故事很複雜 裡頭人物很多的一個腳本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花費蠻多的心思去整理它 你整理它之後 還你要不斷的去呃 讀 然後瞭解它的邏輯 還有邏輯性 但是那一次我寫的詩品 我就覺得我寫得好用力喔 但是我覺得我把我內心的某一塊東西補滿了 然後我好像找到一個出口 後來那天文就得獎了 然後我得獎了之後我就想說 啊好啊 之後再說本來快畢業了 然後本來大家快掰掰了 然後我就讓那個作品集印出來之後 我就想說我就裝作美式在那邊 就我們班的同學 就我大概有在三四個吧 就來喬 呃 傳簡訊嗎 那個時候是Sony Iris 最後 對 傳簡訊 好 所以那天跟我說什麼 欸 我問你喔 那篇文章就是你在寫誰啊這樣子 諸如此類的話 還有朋友 還有班上同學 直接拿了那一本 然後去後走 然後在那邊坐著 然後邊塗邊落淚 我不知道他會哭什麼 然後 對 他覺得太 他可能覺得太感人 或者是太痛苦了 因為當然那天文章裡面 買了非常多非常多悲傷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也在那邊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承認 我後來就 我後來沒有承認 我後來就說 喔 白癡喔 什麼 老師又說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散文 有的時候可以當小說寫啊 有的時候小說就類於散文化 然後散文有的時候 也可以加入小說的援助 啊其他就是我原本想要投小說的啦 但想說投個散文好了這樣子 就諸如此類的 然後那個朋友就給我信了 信了之後我從此就擺脫 但是這件事情讓我學到 然後剛剛講的 剛剛玉佳講道德 就是你的作品到底可不可以完全的代表你自己 然後那個界線到底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去取捨 原本這也是 對我以為也是個課題 我會覺得我是不是不太想要讓別人知道 或者是我不太想要讓別人知道說 我私底下是個台妹罵髒話 每天就是跟人家三次基因這樣子 每天都罵 然後寫出來的東西又是另外一盒事 或者是我今天參加活動的時候 可能講話比較氣質 有嗎 可能沒有 對 哈哈哈哈 或者是我今天拍照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知道 不是要放頭貼嗎 就拍一支就是側面的文青照 對 然後調成黑白的那裡的 對 所以在你的真實跟你的作品之間 你到底要怎麼做取捨 其實這應該是每位作者 嗯 一輩子的課題 但我已經放掉了 就我到後來 我自從那一次承認人之後 我到大學就 我大學有曾經經過一陣子 就是到底要不要有 到底在那邊猶豫說 要不要讓別人知道我是追起這件事情 我到大四的時候也整個放開了 我就覺得 我媽我就是用你的筆名 也沒什麼好羞恥的啊 其實有人會說追什麼旗啊 神經病啊 哈哈哈哈 類似這種 然後我也曾經上過 呃 我不知道是黑特版沒有分正大 有一陣子 是黑特版的 不是 表正就高興 這是黑特版 應該是黑特版 就是有一陣子的臉書 很流行各校的黑特版 嗯 靠北正大 靠北正大 然後雖然沒有請您道姓 但是我就我知道他在講我 然後他的意思是寫說 至今我就不知道雙手是誰管他的 反正他就寫說 呃不要不要以為你唱我的粉絲專家 就是以為自己變仙女 然後我想說 沒有啊 沒有啊 哈哈哈哈 我在想說 你罵很多人啊 在經濟 很多人被罵 沒有啊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什麼誰不知道你自己像自己的什麼 每天罵髒話 那什麼死死欸什麼死八婆什麼 私類的吧 就是一些這種話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一定是看過我私人臉書的 老師也你知道 老師你看過我私人臉書 我私人臉書每天都在宣洩我的負能量 哈哈哈哈 每天都是沒有我在挑選字眼 所以我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我曾經被傷害過 我曾經會覺得說 欸那我到底是不是應該要維持一個樣子 或者是我應該要配合我作品的樣子 去改變我在公眾前面的形象 但這些東西我到後來我就覺得太累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扮演這麼多的自己 我最多只能做的就是 維持我的個人私帳號 IG跟臉書都是 然後把公眾的帳號獨立出來 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對 順便回應到 一家剛剛前面有講的 這個好像因為我跟各位報告說明一下 就是各位當臉書有功能是五千個以上 他就必須變成粉絲專業之類的 變成追蹤 變追蹤 現在是這個狀態 他就是啊 我每天都在砍就是四九九一點 然後你把它砍一天砍一二十個這樣 然後你是已經早就超過 就直接升到你的上面去 我沒有我個人上就是完全是一個邊緣 對對對 個人只有一千多個 我們兩個對朋友的界限都很 沒有 我的朋友都是 我臉書上的好友都是現實生活當中 你那是五千個好朋友啊 就因為很多是工作上 去工作上 然後或者是出去喝酒的酒有嗎 不要再這樣 我們就去喝一花就可以加二十個人 沒有錢 那玉教育可能是校園這一塊嗎 對 我想接著這個來講 就我高中的時候起的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剛開始寫東西 那就很自然的在高一上學期的社團博覽會 然後就看到有一群學長們 他們就扛了一個牌子叫做紅樓師社 學長師社很帥 在直播 然後蠻帥的 是不是 對 然後就看到紅樓師社的學長 我們站在那邊 然後就攤位上只有兩個人 然後一個人是站在前面 就是在跟學弟說的 跟學弟們介紹紅樓師社的社團 那另外一個就是社長 他就很雲淡風輕的拿了一本書 坐在那個牌子的後面就是在看書 完全不理這個世界上的那些什麼事 都夢點啊 然後我就說好 反正因為對寫作剛好有興趣嘛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滿酷的 就失色 男生學校居然 男校居然會有失色這種社團 然後就覺得好像滿有趣 然後就去登記入社這樣 然後後來才發現就是霧上賊船 然後進去之後 因為紅樓師社它其實是 並不是一個以創作為主的社團 它的嚴格是這樣 就因為以前有那個救國團辦的 跟台北市辦的師哥朗誓比賽 都是朗誓 都是朗誓為主 所以在紅樓師社創設的一開始 其實是把一群 就是各個班級的國文老師會推薦 班上他們覺得說口條比較好的男生 然後去組成建宗的朗誓隊 然後去打試賽跟打出國團比賽 那這些人就 當然有一些人就是讀師也讀得滿有心得 然後就老師們就組了一個社團 所以還是當時的紅樓師社依然還是說 每一年要負責代表建宗出去 參加朗誓比賽這件事情 那個才是紅樓師原本一開始的創設的宗旨 所以我就以一個很喜歡創作 但完全不會長中的身分去 然後就被大家逼著要練丹鐵 然後每天在那邊再喊嗓 然後就是讀詩等等 種種 然後不過其實那個過程是很有趣的 就是當你從聲音去認識一首詩 而不是從書面去認識一首詩的 那個過程跟經驗 那個身體的記憶是完全兩件事情 所以其實後來我覺得也滿慶幸 因為有些人會說 我寫的東西裡面有裡面的音樂信等等 然後我就說對 因為我以前內功朗誦 內心有一個就是你知道 所以殊途同歸就很多事情 你當時覺得說為什麼我明明肚子很餓 然後就是下課還要去練朗誦 然後肚子餓得要死 然後都練到了七點 然後就會有很多學長 就是已經畢業的學長 因為每一屆 畢竟是男校 每一屆的同學大概就是了不起三四個 然後我們這一屆是比較多有八個 那麼多 就有八個這樣 所以就是因為每一屆的人數都少 所以大家的情感是非常緊密 然後到了七點那些在念大學的學長們 就會帶著就是肉包啊 然後那個 好玩笑喔 吃各樣的東西 豆沙包啊 然後來餵食這些最可憐的 戀朗誦的小狗們 然後大家就是一零二頭一樣去搶那個包子 這是後話 那但是總之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紅樓師社當然大家也就是 也有人在寫 像我就在寫 然後我們就尋一些學長 每一屆大概會有一兩個人是 比較專注在寫作上面 那我們跟你剛剛講到校堪社 其實紅樓師社跟校堪社 校堪社其實文藝性的社團在南校本來就 比較弱勢 校堪社大概一屆都是三四個四五個 然後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一個學期 可能可以起一百多節的工價 因為要邊校堪 然後但是其實他們可能也都沒有在邊校堪 都在校堪社辦睡覺 然後一直到要出堪前的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他們就會跑來跟師社啊 然後博學社啊 拜託投稿 對 拜託大家來那個就是公稿 不是投稿 是公稿 因為就是有公稿就一定會上 因為那個一本校堪大概兩百頁嘛 然後校畫只有大概四頁 所以意思就表現出他們要升出一百九十頁左右的內容 因為前面還有扣掉兩頁的校長的話 好難過喔 對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很快樂 就是以一種共生共存的 互利共生的方式存在這個校園裡面 就是我們寫東西 然後有地方可以發表 然後學校又付給稿費這樣 然後然後來就是因為種種因素啦 就是校堪就變成自費項目 就不再由學校來編列預算之意 然後這是後話 但是在那個氣氛裡面 其實我覺得不管你的興趣在哪裡 就是不管你是喜歡寫詩 你是喜歡寫小說 喜歡寫散文 你只是喜歡在詩社那二樓通風的挑高的 攝辦裡面倒在桌子上面睡午覺 也很好的那樣的環境就是 我覺得它是我對於文學社團的 某一種想像的原點 就是這一群人在這裡 他並不一定是在做同一個事情 那詩社的攝辦裡面有很多的詩集 你愛看不看 然後你就算不是讀過很多的詩集 你至少也知道很多詩集的名字 然後知道很多詩人的名字 你不一定認識他們 你不一定讀過他們每一首詩 但是在那個環境裡面 其實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許的 其實很多人也都在打橋牌啊 或者是第三節就跑來吃便當啊 種種這樣 那那個環境一直到後來 我到了大學之後 其實我念政大的時候 政大有常常失社 但是我其實那個時候並沒有很積極的去參與 你是社員嗎 我不是社員 對 我沒有很積極的去參與 那反而是在大學時代 我比較多時間會花在回見中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就是大學的學長們 對對對 我就去負責買肉包跟買豆沙包 然後就看到當年的那群小狗就是 就是變換了另外一群的 惡狗鋪包子的那種概念這樣 那所以其實在大學的階段 我在政大沒有很積極去參與常常失社 然後其實也聽說常常失社跟當時失大的噴泉 然後台大的野壓等等那些社團有一些互動等等 但是我其實是花比較多力氣在建東洪洪失社上面 那這個關係其實一直延續到後來 我其實出社會89年了 那我們失社 其實紅樓失社也做了一個轉席 我們念成除了從建國中學的紅樓失社之外 我們另外去台北市也申請了一個社團法人 我們去成立了一個法人 就是叫做台北市紅樓失社這樣 然後也繼續的就是去辦一些藝文活動 講座等等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個東西傳下去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相對於網路 就是我失社的 紅樓失社這個脈絡 跟我在網路上面 跟網路失社群 跟網路上的讀者們互動的那個脈絡是 其實有時候講台北市好像沒怎麼交集 就是因為常常在失社辦的活動 會碰到的人是網路上完全碰不到一群人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點困惑 就是像今天其實主辦那邊一直希望 我在我自己的臉上就是宣傳今天下午的這個講座 但是我一直有一種 我那時候就有一點點抗拒 也不是說抗拒 而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在很多時候我自己也多多少少也參加過 或一些什麼國土辦的去有的圖書館演講 或什麼這些活動 其實我比較想要見到的是那種 不是我在網路上面揪得到的人 今天應該都是吧 對 就是那種完全沒有認識的人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很 對於習慣活在網路上的我來說 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對 那也同時在 就在每一次這種互動跟參與當中 其實我覺得那個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說我在網路上PO了什麼 然後大家就是在那邊按讚 因為面對面的相處的經驗跟 對 就是我今天講一個什麼話 然後大家會笑 然後大家會怎麼樣 然後突然就有人開始答對 然後 然後這些東西 這個真實的反應有的時候 像大家最喜歡講的笑話就是 有一個畫面 就是有人在網路上面 就是面臨在電腦前面無表現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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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會嗎 你會 欸 我不會 我通常就是 真的打哈哈哈哈的頭 就是真的小時候 他就會變一排 所以 我跟你講什麼意思 呃 我從學校的實設計到現在 應該說我一直有一個線下的實社群的參與在裡面 然後同時跟一個線上的 詩人的身分 因為網路畢竟還是一個最容易接觸到 新的讀者的地方 大家每次按讚 每次的分享 都會跟一些新的人來互動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祭典 對我而言 謝謝兩位 我補充一個脈絡 我不知道各位對這個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身分其實 更偏向是一個研究者 我在大學做教書專門做研究 時刻是我的專業領域之一 所以其實在實傳播這一塊下了一點功夫 我自己也發覺到其實有個很明顯的現象 以我們自己這個世代 1970年代出生這個世代 現在40歲這批人來說 所以他們來說我是叔叔伯伯 是在這個年紀 在這個年紀的大概是我們說 校園施設最後一批了 看到那個校園施設集結最後一批了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代 比如說文化大學有華岡施設 台大也有台大斯文學施設 那個廖志韻他們 然後到了這個各校東武有這個白開水施設 這些社都還在 之後慢慢不是萎縮就是轉型這樣 那有些歷史很有 譬如說在多部上有台灣師範大學 台師大的推薦施設歷史悠久 到現在還是非常活躍 他們其實可是到最近也就是一人兩人的社團 那個數量急劇的減少這樣 所以人到哪去了 喜歡文學人 寫詩人哪去了 我認為沒有消失 可是他們其實不再需要這種所謂 傳統的施設組織來維繫這個功能 為什麼 因為以前真的各位聽過一個叫相濡以沫 真的 而且這世界太寒冷了 寫詩人最孤獨的 孤單疾問覺得冷怎麼辦 倒在一起去幹嘛 所以台下室友有施設的處置在 可以要死 現在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各位我們如果是一個高級大暖爐 誰都可以搞得在一團這樣 我們可以隨時對 隨時有個同溫成在 而且你的同溫成可以遠到歐洲太平洋 可能中華民國沒邦交 你都可以給那邊也可以有邦交這樣 這是網路的力量 可是這個時代真的是如此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 五六K波階是我大學時代的時候 我高中時代我們說哪有什麼 就是電話 手機都沒有 手機都沒有在用 因為太貴買不起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需要是 現在去真的功效真的弱 所以在做政治大學 他們這些政治大學裡面的 常常還是存在 可是那個功效或影響真的是 明確的削減當中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我在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四十個人 我們組了一個叫職務員的一個師社 那我還是第一任的社長 也是發起人 我們那時候十八所學校四十個人 這些人還在線上寫說 比如說自由時報副刊的主編 孫子平是我們第二任的社長這樣 然後現在在南韓教授的何雅雯 台大畢業中文所的 也是在諷範出過詩集這樣 那甚至包括作家陳思鴻 他是寫小說 他其實當時是寫在他師社的 我這種社員 我就想看名單打雅 看到一個人 俄國那個陳思鴻嗎 對對對 還有一個 他寫過詩 對 師社成員 張耀仁也是 張耀仁是寫小說的 還包括一個那個曲曉威 就是劉衛行的那個作者 那個也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怎麼會組這個團 我搞不清楚 劇小會是正大的 所以那個年代 只要孤單寂寞絕的人 像我們這批的人 就會聚成一個師社 跨越十八個學校組在一起 現在呢 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當然主師是還需要搞一個 更新寫作會 更新文教會 借了一個寫作小屋 開一個社員大會 因為我們 都沒聽過彼此啊 我們是這種很傳統的介面方式 然後呢 我記得我還說 寫信 寫通訊錄 收社費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話波轉帳 就當面交錢的 沒有話波轉帳 沒有人在用 也不會用 那時候高中生生大一打董 你們現在都會 信用卡抓卡 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實在變化非常快 我們現在都借口支付 互相傳帳 就是這個時代不一樣 所以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這很有意思 這個 整個的變化是非常非常大 那第三個問題 我想這也是跟今天講的傳媒有關 各位 這個時代不一樣 所以 怎麼面對讀者 有沒有接觸到狂惡的讀者 或瘋狂的粉絲 或是你覺得很害怕 各位 網路時代 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的作者 很多早期我們也前輩們出書 有作者名 有書名 沒有照片 我們這個時代 會附一張照片 就是那一張 兩位的時代 不用看書上照片 因為網路上都他們的身影 你打個羅浴家跟追齊 數以百計千計的照片 不斷出現 有搞笑的人 這太遠了 對 所以他們被認出太容易了 我剛開玩笑說 我跟追齊在今天之前 沒有見過任何一次面 我們在一邊在星巴克門門口會合的時候 我一看的時候他是追齊 因為我看到他無數的這個照片 那羅浴家 他剛走進星巴克門的那個後面 看了後腦勺 欸 我叫羅浴家 果然就是他的 這是一個 並視度 作者經過沒辦法隱藏的時代 那這個時代 兩位怎麼面對這個讀者的經驗 然後各位 網路上除了有網友之外 更多的是雙名 我想各位也很多在使用網路人 你怎麼面對雙名或網友的這種 愛恨的這種回應 怎麼回答 來 位先 追齊吧 追比雙名的那個會不會多 你先講 什麼意思 嗯 來了 有看 有看 往上 往上 喂 幾秒鐘 那是趕快一點 喂 他這次 我這次是 其實呢 雙名這一塊 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調整 然後在每一次不同的 講座的主題下 然後不同的採訪下 其實都會扯到這一塊 然後扯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會強調的是 我真的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的做好準備 因為就算剛剛我講說我被黑特 然後 然後上黑特版 然後什麼什麼斯巴伯 變仙女之類的 那一種我可以完全不管的原因 我覺得是 第一我不知道他是誰 第二他沒有直接的對我的作品攻擊 然後他沒有直接的在我的地盤 就是我的粉絲 粉絲專頁上直接在某一篇文底下留言 我覺得那感覺是有差的 今天你在遙遠的地方就是怎麼樣嗆我 就是我覺得無所謂 就是我可以不用理會 可是今天酸民可怕的地方就是 他會找到你 好不好 不管你今天到哪裡 然後只要他有空有閒有力氣 或者是他想到的時候 他就會在你最接近最看得到的地方 留下他最明顯的足跡 用他盡可能的言語、字眼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但我記得第一次 第一次面對到比較 比較傷到我內心深處的酸民是 就是我剛剛創了應該是2016年的時候 在我還沒有出第一本書 這裡沒有忙之前 因為我本身是我在經營了IG還有粉絲團 然後在IG上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都是騎車通勤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騎車戴安全帽 尤其是在晚上騎在高雄 就是柏油路超大的那個 就是筆直的公路上 我覺得那感覺是可以想很多事情的 所以我會一直在騎車的時候 不斷的在那邊想東想西 想今天發生了什麼 昨天發生了什麼 然後有什麼樣的靈感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話 我就把那句話寫了下來 好像是講說什麼 呃… 最愛的人都不是最後 欸最愛的人都不是最後在一起的人 就是我只是想到自己一句話而已 然後我就寫了下來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就是這類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淪為一種 呃… 對 就是對標語或者是類似像小語 對 可是因為我今天在我的IG 因為我的IG跟我的臉書有點 臉書粉絲專頁有點不太一樣的點 是在IG我是想要建立來貼近我的讀者的 所以我會分享很多我的私人生活 我跟李傑的閃照 或者是我今天去哪裡逛街買到什麼 一些很…甚至垃圾很私密的東西 我就會放在IG 所以那個片段想到的東西 我只是有感的看 我就寫了下來 然後我就用手寫的方式拍了下來 然後就有一個…一個人 然後他在底下會說 呃…看了真的很煩欸 就是這種… 這種類似什麼小語的東西 就是…就是很充斥這樣子 然後我不曉得那時候玻璃現在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想這樣講起來 覺得就是很小… 你不要笑我這樣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就覺得天啊 就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們心中一把火 我想說… 嗯…就是你… 你可以解追蹤嗎 哈哈哈哈 就沒事欸 對 然後他就其實說看了就煩什麼的 然後因為有一種說法是 今天你敢在公開的平台上留言 你就不要害怕被截圖 然後PO出來 雖然這個是有其他的道德倫理上的問題 但是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就不談 那個時候就沒有談到 沒有想到那麼深 我那時候只是單純的很氣 然後直接想到說 你今天敢在公眾的地方留言 然後你今天敢在我的地方留言 那我當然可以就是為此發一篇文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得到啊 後來我就… 呃…我就把他那一篇留言截下來 然後發了一篇文 然後那篇文我是講說 大概是解釋一下 我怎麼這一句話怎麼寫 或者是我對於他的回覆 然後寫了這篇文 可是我沒有把帳號拿掉 就是那個時候比較沒提這樣子 注意的 對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著重一點在於 你就是已經在公開的平台留言了嘛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你抹掉 可是有一派的人會覺得 你這樣子就是公審 然後公審這兩個字 雖然之前很常出現在新聞上 但本人就是沒有去 呃…很深刻的去了解那個詞 然後我被罵公審之後 我就趕快去Google公審是什麼 結果後來… 我就被想到我就是那一陣子 那一禮拜吧 我晚上騎車落淚 就是在那個… 第一個禮拜 對 路上騎車車落淚 然後我就不曉得我自己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到底… 要被你這樣講 對 我到底做了什麼 要被你這樣子講 然後我要解釋什麼 我才可以洗掉你誤會的那一些 因為我這裡最小心被別人誤會 所以一直到現在 那一次今天我印象深刻 可是我後來就沒有再對任何的 批評的留言截圖了 也沒有再用同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我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可是我心裡面的那一個執著 跟那個反應 我覺得沒有改變到非常多 只是我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了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我應該 我期許自己可以完全的放掉 就像哥一樣 我覺得網路有點討厭 他讓人喜愛又討厭的地方 剛好就是有人只是吸反射的講了什麼話 但是被講的人 那句話會因為一直留在網路上 而讓被講的人或者說牽涉到的人 每一次再回過頭去 看到那個事件的時候 都可能再被那句話影響一次 那這件這個東西我之所以用比較中立的影響 或者說聽講者跟看到的人或被影響的人 這些東西其實是因為它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在你下一次重新去回到那個情境 或者說回到那個討論串的時候重新的 其實如果它是一個稱讚你就會看到說 三年前有人稱讚我真美 然後或者是說三年前有人說就是 怎麼這麼好我也想去 然後你們真的好幸福喔或什麼的 這些東西其實它也會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但是同樣的就是如果這個評價是負面的 比如說八婆或者說你為什麼要寫這東西很煩 或者說羅浴家為什麼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 你又被掌握了 就不要一直善男友好不好 喔 跟他屁事啊 對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會被 因為人家可能只是看到然後他就 他很直接的有了這樣的反應 那可能也是他真實的反應 但是看到的人自己會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正好就是網路的兩面 因為話不是被說出來的 而是被寫下來的 而且那個寫下來之後 他就會一直黏著那個討論串 然後一直到下一次可能有人Google羅浴家 有人Google追起 有人Google楊宗翰 這些東西就會一直黏在 那個事件 那個人 那張照片 或者是那篇文章底下 所以他的影響會 對 那可能不是你自己的版 那可能是比如說你一篇文章發表在 自由時報的副刊電子報 電子版或者是在哪一個論壇或怎麼樣 然後你自己並沒有權限 不像臉書你是自己有權限可以去 反正是老娘自己的版 就是我爽刪就刪 然後對 我爽刪 我可以刪完層在山或什麼的 然後再拿去告別人或什麼的這樣 就是我只是想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它正好就被留在那裡了 那當你每一次 而且甚至是不相干的人 再去翻閱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那一句話那樣的評價 而對這一個人或這首詩或這張照片 形成了某一種先入為主的想法 那個想法我再次強調 它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因為不管是好的或壞的 都同樣有那麼多的評價 這個東西我覺得也是大家在網路時代 或者說我自己在網路時代 我試著去接受它 為什麼每當有一篇文章 假設一首詩可能300個人按讚 但是裡面掺雜了一條 怒 或者說掺雜了一條 這首詩寫得這麼爛 為什麼還這麼多人按讚 的一句話那300與1你偏偏會特別耿耿於懷的是 那個留言 這個東西我覺得我自己也很難理解 因為人就是會去被那一則留言所影響 然後我後來 當然小時候在PDT 然後在BTS上面寫詩的時候 有時候被人家噓就會覺得很受傷 然後就是怎麼寫來寫去都這樣 然後我說有人就留說 這首詩在寫什麼根本就看不懂 然後寫這東西幹嘛 然後還那麼多人還那麼多人推這樣 以前真的會非常非常的介意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後來啦 就是我就放下了 所以我就想說 我寫東西你又沒有付我錢 你又不是我的編輯 你如果是我的編輯你還罵我 說就是你寫東西可能變化性要多一點 然後這本詩集重複性跟上一本不要那麼高 還滿完整的 就是如果是編輯這樣講的話 那我沒話說嘛 我就改變 我就跟你討論 因為那是一個必須要被討論的東西 因為是一個即將可能要出版的作品 然後它是出版社花了成本下去的 所以我有義務聆聽這樣的意見 然後編輯也有責任告訴我這樣的意見 但是問題是網路上的 哈囉 就是我又沒有欠你錢 然後 對 就算我欠你錢好 我還你錢嘛 你不要就是批評我的作品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就其實當很多事情放掉了利害關係之後 尤其是我自己又 因為我有在上班 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太靠就是文學的方面 對 就是文學這方面的收心 對我而言是 它有點像是生活的bonus 就是我做一件我喜歡的事情 然後我因此得到某些講座的機會 然後我有時候每隔幾年我出一本書 然後有一些稿費 有一些版稅 然後我在報章檔志上面發表東西 有一些稿費 這些東西其實它都是一個bonus 它是一個正向的加成 那在很多時候就變成我開始慢慢的去接受說 好 我就只寫我自己願意追求的東西 然後別人要喜歡你就心存感激 其實就我們剛剛其實有稍早啦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聊到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怎麼面對讀者這件事 然後一開始其實會覺得說讀者都是很妙 就是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歡我的東西 然後但是大家喜歡就很開心 自己一定是很開心的 但是後來到了臉書我就慢慢的就發現說 其實讀者他也是 是另外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可能在某些時候 你看就是大家會追蹤他 有時候會連他的頁面就回去看說 這個人都在關心什麼 那你有時候會很有趣的發現說 這些人其實他在不管是政治裡面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他的對某一個議題的想法 可能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 但他依然喜歡你的作品 這個東西其實就正好表現了某種人的多元面向 然後也是網路時的這一切變成真的 可以存在的連結 而且他也可以變成說 讓讀者跟作者經由作品產生某種連結 然後有的時候反而是大家就是吵吵架 然後在留言裡面互戰 然後再一戰 然後就下一次可能突然在某個地方碰到 然後說原來你身上是那個誰誰誰啊 然後結果就反而一見不顧 然後就約了去喝酒 這種事情也是有發生的 你的結尾都要見 我的結尾都是那個 反正不打不相識 然後既然相識了就相約去喝酒 這是我的人生指南 然後上班很累 所以下班就要去喝酒 然後就走一走 就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 有的時候並不是說不要去回應酸民 而是說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 即使現在可能在看直播的人 就是可能在底下會 直播時是 沒有什麼 只是錄影 不然完蛋的事情 不是 因為直播有時候如果你看不到 然後底下大家在那邊說 羅浴家又在講那些瘋話 羅浴家不要再講話 羅浴家老師在錄影的時候 那邊喝得很兇 什麼這些東西就 這個東西其實就變成說 你要去學接受 我自己也是花了滿長的時間 才慢慢的去接受說 我可以選擇不回應 因為不回應也是一種 也是我的自由 而且反而不回應 你讓自己跟作品獨立出來 然後讓作品歸作品 然後讓人歸人 讓生活歸生活 寫作被寫作 我想要補充就是 我後來也是不回應的做法 不回應最大的老師 對 就是冷處理 所以我覺得冷處理是用滿理性的方式 然後外加我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還學到另外一點是有的時候不一定會是酸民 有的時候他只是單純的發表 他看完你這篇作品的想法 但是他分享他想法的時候 其實他分享的東西跟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完全沒有關係 例如最常見的是 我在第一本書裡面有一篇作品 是我想要表達一個社會意義 就是博愛做 到底要不要讓我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把它寫成一首詩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 就覺得那是一首詩戀的詩 那首愛情詩這樣子 因為那首詩的詩你都需要 所以後來我在很多很多的back tag的貼文當中看到說 天啊好愛這首詩喔 什麼寫出我最近什麼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開始講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然後外加他可能會在 在我分享那首詩的時候 直接在貼文底下會說什麼 什麼刺進心看 最近怎樣怎樣 就開始講一些無關的 那我一開始最剛開始成立粉絲專業的時候 是在我大四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也會遇到有一些 他不是算明他是理性的讀者 但是他想要跟你討論你的作品當中 你到底想要傳達什麼 或是他針對你表達的某一個點去做提問 或是他想要反駁 他覺得其實不全然是這樣子 那我對那個時候的這樣的回饋 我是非常珍惜的 大學那個時候我是會長篇大論的回應他 告訴他說我今天的這一行 我想表達的是什麼 然後針對你說的那些 巴巴巴巴巴之類的其實是怎樣怎樣 就是解釋一堆 然後後來發現這樣子好累喔 因為我不斷重複的做這些事情 到有一天的時候我突然想通了 就是我覺得既然詩是一個 那麼曖昧的東西不像是傘文一樣 他很具細膩的寫出來 告訴你事件脈絡人物角色說的話是什麼 既然詩是一個這麼可以埋藏秘密的載體 那你為什麼要把他說乾淨或是要說完全 他已經這麼的模糊了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被他吸引他的魅力點 就在於他的模糊 那你為什麼要去把他解釋清楚呢 所以後來在很多很多讀者誤會作品的時候 我就想說讓他去吧 就一首愛情詩號啊 可能會在講座的時候 在對的時機點剛好抓到的時候 也許我可以趁機講解某一些作品 然後去告訴大家說其實這些作品是在寫什麼 但我不會影響你自己最後的決定 你要怎麼樣去解讀這一篇作品 把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那都是OK的心裡面的自由 我記得玉佳你不是有一首很重點的時候 你寫那個《我不能再愛你》 這個人家使我分心 那個其實後來人家認為是《太陽花》誰有寫的 其實不是嘛 所以有時候這件事蠻好玩 你要不要講那個背景的脈絡 那個傳送已久 大家不要再看這個 我有一首詩是這樣 它我忘了是什麼時候寫的 蠻久以前的 絕對不是《太陽花》 更早 更早 我記得更早 《源源早於太陽花學運》的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很久以前的 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首詩因為它有一句是 《我不能愛你了》 《這個國家讓我分心》 就因為有這樣的兩個句 對 然後它在學運期間就被蠻多的學生們 就是引用在海報 或者說他們在眼督上的貼文等等 那 僅次於復詩年 就是說這個 對 這種 如果有學生留寫我要跟你聽命 對 僅次於 那個傳播好超廣 被當成一句 就是這個句子被大家使用啦 那 但是當時 其實我在寫那首詩的時候 我 其實我也忘了發生什麼事 好像是生活 因為肩蛋對不對 肩蛋沒有人家生活的一個 當時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大概是類似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去想別的事情 因為我跟他 我們是遠距離戀愛 然後他在香港 我在台北 所以 我們兩個平常就是 除了講自己的生活之外 我們還講蠻多就是 世界各地的大師哪裡在戰爭 然後會影響到哪裡的油價 然後世界各地的政界 因為他也在金融界上班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常常有很多的話題 必須建立在公共議題的討論跟辯證上面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好像鬧得有點開心 然後我就心裡十分的龐雜 然後我就想說 第二天早上起來不知道要怎麼傳訊息 給他開啟一天的話題 那就突然這個句子就冒出來 就我不能愛你的這個國家讓我分心 然後我就試著從這個句子 開始發展出變成一篇完整的詩 應該是在2012年底或2013年初的時候 就寫出來了 那太陽話大家知道是2014的時候 但是剛好這個句子跟那個時候 讀到的人形成了某種內外的通感什麼的 所以被大家所使用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作為一個詩人 其實我常常有的 有時候也會碰到讀者在網路上問說 你那一首詩是在表達什麼的 那我就會問他說你讀到了什麼 那如果他讀出某一種 他自己能夠說出某個意思或某個感覺 我覺得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那就很好 就我並不需要去多做解釋說 我當時寫的是什麼 因為我就算寫了什麼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吧 因為我自己認為需要寫詩的時刻 都是在那種話沒有辦法說清楚的時刻 那種沒有辦法說完的情緒 那種沒有辦法找不到言語來形容的 惆悵與感傷或憤怒或什麼 為什麼都是負面的 因為快樂的時候就盡情的快樂 你喝酒就好了 為什麼要寫詩啊 所以當這些情緒壓倒而來的時候 就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東西去驅使我寫詩 所以如果我說得清楚的話 我就不需要寫詩了 我覺得有時候人家問說為什麼要寫 或者說這首詩在寫什麼 我就繞了一大圈說 我那個時候其實是在想什麼什麼什麼 繞了一大圈 然後我說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解釋到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而那種不能解釋與不能辯證與 不能夠說得清楚明白的本質 但是它是不斷的在追索與逼近的那個過程 正好就形成了詩 我自己是這樣子理解的 所以解釋詩這件事情到底必要或不必要 然後國文課本上面還是會出現那種提解 因為這首詩在寫什麼 然後 對 就有一個笑話也是這樣 就是讓詩人來選國文會考裡面的排序 排自己的詩的那個詩句的前後順序 詩人可能自己都會答 我覺得那個真的他媽超難的 就是因為過了那個情境之後 你往往也沒有辦法重回 我當時怎麼會想出這麼妙的寫法來形容這種感覺 那是一種自己也沒辦法解釋 有些人會說師父應該是這種神力主義 但是sorry 我自己覺得這樣 考試這一段身為中文系老師跟各位說抱歉 我準備六個問題 還有兩個我想還是時間內把它問完 還有三個問題 其實我們只講一半 不過後面就比較簡單 就是說我各位有看昨天禮拜五 中國時報的開券週報有一個專訪 剛好有一段也訪問到我 就提到說這個時代所謂新世的復興的現象 那這個現象裡面我提到一點 我說這只跟20到35歲所謂這個被認為所謂厭世代 厭反而厭世代有滿大的關係 這個時代厭世代的因為這群可能包含兩位在內 這個四個時間斷電的創作者 可能基本上對社會對國家有非常多非常多憤怒之事 尤其是行之待遇 工作環境 生活環境 或什麼國仇家 一大陸都沒有這個想法 非常非常的痛苦這樣 這種厭反的世代都會看到參加書 《厭世動物語》那本書很參加 或者厭世這個詞成為一個 我想這個20到35歲這個世代裡面 最長刮在嘴上或筆下的一個詞彙 我不知道兩位怎麼看待厭世這個事情 你們覺得在你們創作中有這樣一個傾向 還是其實你們跟他們不一樣 出於你而不然之類的 可以提一下嗎 我覺得這裡面想先問追寫 因為他的臉書文章非常非常的厭世 其實我充滿了很多北宋的概念 好 因為這一題我簡單的回答一下 因為剛好五月初的時候有受政大邀請 回去參加政大學會的講座 其中一題可能就有問說 你對於厭世文的看法 大家都專門問你奇怪 就是一個等於厭世文 就問我厭世文看法 因為記得那個學員會剛跟我講 他說他有一陣子就是很常發厭世文 然後發一發之後他看我出來罵他說 我真的很想退追你耶 就是每天就是帶給我負面的那樣這樣子 然後我總是說剛配身就退追啊 然後之後再加回來就好 對 所以厭世對我來講 我那個時候的解讀跟回答是 我覺得他是每一個時代 剛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 那每一個時代本人就會有他自己的樣貌 他那個時候的人的樣貌 比如說六年級生、七年級生、八年級生 每一個年代的人他都會有屬於自己的 共通的記憶還有共通的語言 那只是剛好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是 所謂比較偏負面的厭世 如果你仔細想想 這一個剛好共通的語言是正面的 是陽光的、積極的 那他還會被討論嗎 我覺得也許就不會了 因為他會是一個很棒的現象 他會覺得啊他本來就是應該存在的啊 很棒不需要特別被拿出來討論 可是剛好是負面的東西就會變成一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小小的荒謬 因為對我而言 厭世這個東西只是受到太多太多 社會環境的影響 社會環境也創造了人的本質 人的樣貌、人的個性 還有教育或者是政治 他帶來的影響太多太多 導致每一個年代的 講白點 每一個年代的罪犯、犯案的手法也不一樣 每個年代的爸媽、孔、家長也不一樣 所以每個年代都有他自己的壓力 只是剛好在我們這個年代太多太多 集團每次會在一起 就這樣發生 只是我們剛好有這個社群的平台 可以選擇性的發出來 也許之前沒有社群平台 好像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不會啊以前那個黃金六零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是非常的奮發向上的 那是一個台灣經濟起碑的時期 沒有人在抱怨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會網上游的時代 你會網上游的時代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負面的情緒產生 只是你到底有沒有那個媒介去說出來 我們今天剛好活在一個媒介很發達的 科技的時代 我們可以無時無刻就馬上發一個 幹一個字也好啊對不對 所以就會形成這樣子一個特殊的現象 但是我自己解讀是它是一個很自然而然 不需要特別討論的東西 我覺得厭世這個事情 它也是一個相對性 就是之所以它會被當作是一個世代現象 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它是在網路上面發酵的 就是你會覺得說厭世這個詞 或者說類似的情緒無所不在 是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所有的評論都是有文字在暗 而文字在暗這件事情 就正好是因為它會文詞恆久遠 一句永流傳這種感覺 它被留下來 所以它會一直不斷的被審視 被解釋 被討論 被去擴張 但是我覺得我每一個世代 就像最近剛剛講的 每一個世代一定都有它自己的煩惱跟痛苦 跟就算是在經濟情緒的時代 就是那些在工作的人 也是在嫌比自己年紀小的 小十歲二十歲的那群人是草莓豬 其實草莓豬這個詞會是 是當時講六年級吧 還是四年級講 應該更小一點 七年級吧 沒有沒有 我們是草莓嗎 我們是草莓豬 天啊 還有水泥桃啊 對 水泥桃豆腐主要 各式各樣 好慘 過分 就是其實我 我 應該說我沒有證據啦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即使是我爸媽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我爸跟他的同事 就我有限的經驗而言 就是那些叔叔伯伯們來家裡泡茶的時候 其實都在靠北他們的總經濟 跟你知道這些東西 沒有在爸爸的臉書上面出現 沒有在李飛飛的臉書上出現 沒有在陳叔叔 翁叔叔的臉書上出現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靠北完 然後就回去過生活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因為網路是我們最容易碰到 或者說即使我們跟朋友聯繫 也太半都是使用網路來做聯繫的這個時代 我們所有的靠北都會畫為文字 然後發布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然後大家看到別人 哇 我已經覺得自己很厭世 居然有人過得比我還在 趕快去按讚 然後 這些現象其實它是被Cook出來的 我覺得它是一種互動的結果 而不是成因 就是厭世是一種集體的情緒宣洩 而不是一種生活態度 因為多數的時候在 我不敢說是全部 但是多數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是靠北完 然後第二天就幹 要上班了 厭世了 然後就去上班 然後今天累得跟狗一樣 然後狗就說狗都沒你們得累 像我家那隻狗就每天都打在那邊卸腳 然後下輩子想要當狗 就是那個 而且要當愛狗人家了 對 下輩子千萬不要當人 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 厭世其實真正厭世的人啊 如果你要去真正認真解釋厭世這樣的字 它是很嚴重的 所以真正厭世的人 他並不會發厭世文 也不會在臉書上講說他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 所以這就很好笑 就是因為我爸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我兩本書 對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他老人家會承受不了 就是書裡面可能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說我女兒怎麼了 他是不是需要一些關懷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要省略這些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說 好 下禮拜寄給你喔這樣 然後 然後一路不回 就很久都沒有 然後他就一直問我說書在哪裡 後來我真的是跟他坐下來就是跟他好好談 我就說 不是我不給你看 但是我真的擔心 就是因為那個書裡面啊 就是他的風格是比較有點悲傷的這樣 然後我爸就問我說哪一種悲傷 你可以跟我講 我當然是會用什麼文學的角度去切錄啊 我們會怎樣 我爸就跟我講這樣 我就說 嗯 應該是比較厭世一點吧 結果我一講完之後 我爸眉頭 聲索 電視機關掉 然後他就跟我說 要跟你啃彈 對 對 沒問題 好害 我覺得這個好害怕那種場景 看電視機關掉之後 他就突然挪一下他屁股就說 修淡姐 真的這樣子很嚴重欸 哪一種厭世你要跟我說清楚 所以後來我就說 沒有啦 不談了不談了 你繼續看電視我先上樓了 我沒事吧 這樣子我就說我沒事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是 他也是 因為有一題是講代溝 我覺得剛好可以呼應到代溝這件事情 很多的詞彙使用 跟很多的文化現象 他會被時代和時代之間撥開來 然後那個撥開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去縫合的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就很像厭世這個詞彙 他也是一個充滿代溝的詞 你再怎麼樣去跟那一輩的人解釋說 啊其實現在我們講的厭世 口中掛的厭世啊 準備掛的厭世是怎樣怎樣 對怎樣怎樣的感覺 但是他們就是 啊疼了 是不是這樣很疼痛欸 或者是現在的髒話 有的時候其實我就常常說 我國小三年級就會開始罵髒話啦 我覺得髒話是一個很 很能夠幫人排解情緒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 你開心眼罵不開心眼罵 他有的時候已經不是單純咒罵的詞了 你開心你可以說但好爽這樣子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 不是本來就是在那個 對 所以 所以 對於髒話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 我媽過世 但我媽就是以前 就是她就是一個也是古板的人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 我看到電視廣告一些很誇張的 我就會說 哇靠你看 然後我說哇靠 然後我媽就說 剛剛說什麼重說一次 我說哇賽 你們要改那個字 然後改完之後 因為我媽就會再三叮嚀我 她說你只能哇賽 或是哇這樣子 不是你這樣子感覺有差 對就是感覺有差 所以 因為我前幾天剛好想到 說奇怪代溝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舉具體的實力 剛好 驗世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代溝現象 這個 最近直接切到下來 就是關於世代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2018年 你們怎麼看待世代的這個詞彙 有沒有代溝存在 或者說 有沒有 譬如說舉例 各位 兩位現在就其實很無疑講的評審 你們有沒有看到跟同場的那個 可能是不同世代的這些評審 跟你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因此來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或是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 一下半分看看 舉個例子來講 我五月 其實五月 五月初啦 我會見宗去評 見宗的紅毛學長 那現場 另外兩位評審是 陳一枝老師 跟徐文偉老師 陳一枝老師他算是我的 已經是大長輩 64歲 我還記得他現在64歲 對 他就是我的爸爸 他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紀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我的副職輩那一輩的 而且是我從小讀不安的屈述的 然後這些詩集就是一路影響了我 所以在那樣的場合其實很妙的是 即使跨越世代 但是我們對文學的某一些看法 其實是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那中間其實並沒有 我覺得要講代溝 它可能存在於某一些詞彙的使用的情境 但是對於某一種美學的看法等等 我覺得美學反而是能夠跨越世代的 那像徐文偉老師也是 他也是50歲 52歲 52還51歲 所以基本上陳一枝老師跟徐文偉老師 跟我大概就是有差 他們兩個差10歲 然後我跟徐文偉大概又差了20歲 就有這樣子的差距 但是我們的當時選出來的作品等等 從龍頭的其實都滿集中的 對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更極端 就是我昨天去了政大平道南文學獎 那一位評審是向陽老師 他是就是真的是老 然後唐娟老師中 然後我是情這樣 所以在那樣子的一個排比 但是我們三個的頭兩名是非常集中 就基本上第一輪投票完 你就知道首講是哪一篇了 這樣 所以如果要怎麼看待世代 就是當然我們對於某一篇作品 我們在溝通作品的時候 所使用的詞彙跟我們切入的角度 我們去評價事情評價作品的角度 可能完全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說 這篇作品是好的 以及我不欣賞這篇作品 以及這篇作品怎麼樣做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我們在評審討論的過程當中 必須有的時候要有對話 有的時候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在追逐的那個東西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回到生活裡面 當你的生活就是不只是在 我們去講的一個評論的場域 或者說不是只是現代師的領域 而是你在現實生活當中面對不同年紀的人 你可能面對你的長官 你的上司 你工作的對口 然後某個業務 或某個banker 某個律師 就是你跟一個30幾歲律師講話 跟一個50幾歲律師講話 你用的語言可能會完全不同 然後那個東西其實有的時候是 我覺得代溝它一定存在 甚至即使同代人民共享了某一種生活環境 但是每一個個體難道都是一樣嗎 不可能嗎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代溝是一個虛假議題 因為它是起源於人們不願意彼此溝通 或者說你就把門關上 你就說 我沒有代溝啦 但是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自己 我現在30幾歲 但是我現在老實講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10幾歲的高中生在封什麼 但是我會說那個是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流行音樂都聽什麼 但是那是因為已經不在我的生活範圍之內 而我的生活當中也暫時沒有需要去了解 他們真正在封 就是他對我可能不是研究的對象 可能不是我怎麼樣 我日常生活當中也沒有這樣子的群集存在 然後我的表妹們騎著雲上大學等等等等 所以我不瞭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當我要跟他們溝通 我要去閱讀他們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評鑑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妙 就是他們所使用的意象怎麼樣呢 然後用了一些很灰色的 或者說只屬於他們那一個世代所使用的詞彙 跟他們可能從某個電玩裡面拿出來的語言等等 所以我因此去查了 而能夠去試著理解這個作品 想要說什麼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因為我付出了努力 所以我獲得了某一種理解 但是那個理解可能依然不是他們原本想要表達的 但是我試著理解 那我有我的解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建立在溝通的誠意上面 而不是說你連溝通都不去做 然後就直接把門關上 然後說我們就是一個代溝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代溝是一個假議題 就是它其實必須要人跟人 或者說你可以說因為世代不同而彼此不了解 但是你要用代溝去切斷那個彼此了解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剛好我今年各位知道 五月是大學文學獎的忘記 我自己這個人 我就記得四個大學文學獎 昨天到福大學 就遇到你講的另外兩位老師 一位是向陽 一位是這個陳一茲 另外就是我 然後他們兩位年紀大概就差個三四歲 因為我知道醫師老師明年就六十五要退休了 向陽六十歲左右 那我四十幾了 那我後來很哀傷的是 發覺三人拚出來的前幾名都一樣 這代表說我老了 我的心態當然是一樣 我這件事情有點緊張 是糟糕 怎麼會 我應該在付的角色是比較年紀一點 結果發現沒有 所以我自己對自己有一個檢討 不過也第一講 我們這個世代 六年級生 所以台灣七零後 大陸下七零後台灣六年級生 我們對世代的一體會比較焦慮 因為我們的前行代 我們前面是誰 我的老師是駱宜君 駱宜君是大學老師 他只大歐就我歲 他那時候因為特聘的身份進來 學校當獎師 教我們寫小說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駱宜老師的時候 每個禮拜 我們給他小說 我們寫得很爛 然後他有一次很哀傷看著我們說 趕快你的作業 我都不會寫小說了 不是我們寫好 是因為我們寫太爛了 對我們這些 對學生的作品拖垮他的創作 我們就跟他很抱歉 小說業一哥被我們耽誤了一些時間 不過比如講 我們那個世代怎麼樣 把自己的聲音建議起來 是我們說非常教育的一個情況 在我們前面的 我們前面那個世代 就所謂的五年級生 就像虛文廠上面那一次 五年級生那一代 那一代裡面有非常多厲害的人士 到我們這一代裡面 大家為了想辦法 各位知道這是一種 對這種強者的一種渴望 我們希望成為自己也很強 那磨練自己的時候 會不斷不斷的努力 譬如說 組所謂的校園施設 出刊物或做一些活動 那甚至到後來 我自己稍微有一點點 年紀之後 我也想做點事 譬如說那時候 我記得最早知道我有一家 是因為那時候我在出版社 做了一個事情 我們編了一套 叫台灣七年級 這個文學經典 那個經是金色的經典 點綠的點 那我那時候是我策劃 為什麼 我就覺得奇怪 我那時候剛從菲律賓教書 我回台灣人服務 2011年那個時候 那很奇怪 台灣那個時候 所謂的七年級生 所謂的1980世代 已經這麼會寫了 有一兩個出了書 那時候已經出書 對不對 然後第一本 不是自費出版的 第一本商業發行 對 第一本商業發行 所以我的觀察 我作為一個文學讀者 那時候我很 我覺得我一般來講 很奇怪 你們在幹嘛 之前沒有說 後來我們來做這個事 小說閃文 新詩各出了一本 那我覺得這裡面看起來 這三本 還是有一點點 雖然已經出了九年的 不過我覺得還是一本 八年到七年到八年 2011出版 大概七八年 可是我覺得這個書 還是有一點他這個 有點他 有點他解釋的效力 我覺得還是 還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各位找這套書來看 還蠻有意思的 那個時候我們 看到幾個人 譬如說 小說會用我找朱柚薛跟黃松凱 這兩條是我認為 當時最棒的編者 果然他編出了一個 我認為當時的編者看來 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小說 詩的部分有一些 後來就稍微寫得少 不過那幾個像 玉加他們之類 都是很不容易出來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廢物 閃文也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 那個時候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自己把自己 當時的那種焦慮 投射到他們身上去 說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怕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 很怕我們用人去生 對 就我們那時候 我們稍微一點點 就趕快做這個事情 我發覺他們根本不需要 他們很厲害 因為他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很笨 是用紙本的方式出版 我完全忘了 讀者都根本在網路上讀動 根本不需要靠紙本 所以有一點象徵的味道 跟真正實際效果 沒有我心目中想的那麼大 效果沒有那麼大 可是呢 還是做了一點事 那更厲害的是 後來他們自己 到現在各位看 2018年 羅玉加已經有六本著作出版 三本閃文 三本這個詩集 那更年輕的追起 我其實想問的是 你們這個世代不會焦慮嗎 那你們這個世代 沒有想要幫自己做點事嗎 因為你們這個世代 好像沒有像朱宥勳這種 比較會把自己的這個 因為宥勳都知道 他會把自己的這個 時代一起拉起來的人 這樣 你朋友有這種人嗎 我身邊 還是你要做這種人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沒有辦法 升任當一個leader的角色 就我目前的階段來講 我自己還是會把自己放在文壇裡面的一個非常新人的一個定位 所以對於Leader這一塊的事情 我還沒有去設想 可是我當然會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譬如 譬如我可能今年之後會出手寫字體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手寫字體跟創作有什麼樣的關係 但其實我自己認為是有的 因為手寫字的風潮升起 新盛 然後還有因為網路平台的關係 大家都會越來越多創手寫帳號 加上越來越多的媒材 就是有不同的筆尖 不同的水性筆、油性筆 或是不同的粗性 他寫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外加我們現在的產業環境 其實設計、產業 我自己覺得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多人在意設計 可是最近平面設計慢慢慢慢越來越多人起來 然後也越來越多人care 就是文創、展覽越辦越多 所以因應這些東西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 不只是文字創作、這類形式以外的創作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定位拉大、擴大 然後去應變整個環境的變動 我所設想的是我個人的 但是我覺得即便我今天設想是我個人的進步 或是我想要完成實現的目標 他還是會進而影響到他人 這個他人也許他單純是讀者 這個他也許他也是創作者 但是同樣都可以帶給別人影響力 因為在還沒有出書之前吧 我爸回問我說 你都沒有告訴我你以後要做什麼 那因為我已經講了太多次作家 然後都沒有瞄目 就是我每次回答作家之後 他大概過個月吧 他決定又來問我說 我怎麼連你幾次都沒有跟我講你到底想做什麼 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後來我就換了一個說法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做的是不管今天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我想要做的是我可以散發出影響力 這個影響力是可以對這個社會 我們不要講世界喔 世界可能太龐大 對這個社會這個國家 我所居住的城市 他可以產生正面影響力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一個人物 那這個人物我相信不一定是要成為一個召集人 但是那個召集人也許是很棒的 實體召集人是很棒的 可是也有所謂的虛擬召集人 這個虛擬召集人就是 他確實在他的領域做了他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可是他冥冥之中點醒了某些沉睡的靈魂 他在某一個時空或是某一個行惡上的地方 他真的召集了大家的思想 這也是另外一種leader 我覺得 就直接幫我寫到最後一題 關於未來 對對對 我想兩位剛好可以講說 最後一題是問你們的未來的書寫計畫 你剛剛提到說你要做這個收寫 什麼時候要出版 呃...大概... 就往上 往上要等了 他很敢印一下 一、二、三... 喂 有耶 大概6、7月就會上市吧 是可以買到那種像花康、娃娃娃機那種類 這麼厲害 所以做自己的貼圖嗎 我也想做自己的賴天圖 你看像賴天圖它也是一個 以前的世代沒有的產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 不要...你就跟你們講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我近期可能會出版 像是結合插圖元素的合輯 那我們是有四位詩人就是我錄影於廚映 陳昭淵加上另外一個插畫架一起合出一本 那這一本這本 這本書的用意是在Push台灣的四十間的獨立書店 其實這也是一方面的Lead我覺得 對對對 因為其實創作它能夠帶出來的影響 往往不僅是創作本身 或者是情感上、文學上這種影響而已 它可以去傳遞一些你的社會價值觀 或者是它可以讓你看見你平常沒有辦法去理解 或是接觸的事物 但是它是重要的 例如台灣四十間獨立書店 它其實都藏了很多的辛酸、血淚 或者是每一間書店都有它成立的目標 成立的背後的故事 那個老闆它其實有什麼樣的信念 也許是跟歷史有關 也許跟環保有關 那千層面上可能又更多 其實每一個載體 每一個你看似好像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的事情 它其實都具備著教育的功能 我自己覺得 所以與其說我要不斷地去寫下去 道不如說我就是要不斷地去發揮我自己的影響力 我覺得是要擴大什麼樣的層面 1991出生很厲害 來玉珈你的未來計畫 他不敢談 應該是喝酒 每天有酒喝的 沒有 我自己對寫作是比較 我是比較懶的那種人 或者說我比較不喜歡 也不是說也不是說不喜歡 而是我覺得我很難先訂定一個什麼樣的計畫 然後去完成它 我自己寫作一路這樣子下來 其實是有一點且戰且走 就是我當時感受到了什麼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件 然後大家在努力的目標是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事業評券 比如說像我最近比較多在寫的是愛滋的故事 就是HIV AIDS的故事這些東西 那出版我就 我其實一路過來啦 我的出版都是那種 比如說我過了兩三年 然後我就回頭去看過去這兩三年寫了什麼東西 那裡面有沒有一些什麼樣共同的主題 或者說它反映著我自己關心的議題等等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要回過頭去看才知道的 而不是說我現在在寫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說你終點有什麼這樣子 所以要每次問到寫作計畫 我都覺得很害羞 因為我真的沒有計畫 就是沒有計畫 你竟然還可以出六本書太可怕了 因為我的總編輯還滿逼人的 所以他前兩天才寫了一個email說 是說你年底前你應該交一本詩子了吧 然後我就回給他點點點點點 然後寫郁佳 然後就跟他點點點點點 然後就回信 其實我知道他就是說他要提醒一下 但是因為詩集 當然這兩三年來一直都有在寫 但是並沒有辦法 因為還沒有開始整理 所以還不知道說會有什麼樣的成果出來 但是我很同意追琴所講的 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是不認為自己是所謂文壇的一份子 因為老實講我自己的工作 跟文壇完全打不上關係 然後我除了有做文學作品的出版之外 然後有時候在那邊跟大家講講風化之外 就是基本上我很少跟文學圈、出版圈等等混在一起 因為我跟我同輩的詩人 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有寫詩 而且我們在做的事情都是在喝個酒 所以就是我的文壇就禁止你就是圍繞著桌邊的酒 所以很多時候 但是既然被大家認為是一個作家 被大家認為是一個詩人 我覺得這支筆他某種程度上他是有責任的 所以很多時候在寫東西的時候 我會想說如何去把一件人們不曾注意的事情寫出來 甚至在某些時候 我自己作為一個男同志的現身出櫃等等 多多少少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力不知道 但是這些事情是 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然後他可能跟出版相關 可能跟寫作相關 但更多時候與出版的寫作又不相干 所以寫作 我覺得在這個碎形化回到網路 就是我們這種很習慣在網路上面表達自己的人 然後習慣跟網路共生的人 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是我上班族的我 是去運動的我 是喝酒的我 然後在這裡講話的我 種種的 他每一個面向其實都是我 他們也都互相有所交互作用 然後這些東西在人群當中會發動出什麼樣的東西 可能並不是我完全能夠控制的 但是多數的時候或許就是 多做一點什麼 然後往池子裡面丟下一顆一顆的石頭 那些連衣到最後會變成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 茄山茄走吧 茄山茄走 輸了六本書很厲害 所以各位 我們那個年代二十四三歲都不會那麼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後生各位 真的世代有差別啦 後面這個追趕的 我們對前面已經覺得無靈心很可怕 後面兩個是太厲害了 太恐怖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 在這個聽眾有不同的音程 非常歡迎 跟各位在這邊度一個很愉快的笑 不過我們三位自己在講了半天 各位有什麼問題可以 有沒有要問的 難得的機會 有什麼問題 有要提問的朋友嗎 那我先去 茄山茄走 喝了很多的酒 那還是 有要補充嗎 繼續要補充什麼東西嗎 沒有 歡迎來前書 如果有人 如果有的話 但是我要先去那個酒 好吧 那我們是掌聲器兩位 主張生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 謝謝 團整兩位小組 那個口罩你拍過了 不用再開 不用 OK 謝謝 謝謝 大概我們 我們聚會自己來那個 出話最多的一餐 真的嗎 一般講戲 真的很客製是不是 很客製啊 沒關係 很直接 很直接 比平他少的 哈哈哈 老師你很幽默 我很幽默 你長得太嚴重了 我 我長得太老 我一直要這樣講 太老了 你也是有 你先坐一開 你出來要開放 你會不會放在我們去 好 了解 好 好好 我也帶 這又帶筆 這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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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又看 你 這又是 這又家都 太溫暖了 沒關係 他自己喜歡 他自己也帶筆 好 謝謝 謝謝